我開一間公司 你把我的客服電話抄過去 我已經修改了一部分 而且我不是百分之百抄襲 一直怕人家不知道 這張圖是你畫的是不是 超級可悲 剛才大家都投要退訂 那我只好退訂 我覺得貓大可以當Vtuber 我不用當Vtuber啊 我都已經露臉了 你如果露臉的話 你其實還是可以享受到一些好處 所以大家比較容易 記得你這個人 幾年前的時候Vtuber還很少 現在Vtuber很多 所以你弄一個Vtuber 要是也沒有特色的話 大家很容易忘記 不如有一個小畫家 隨便畫一個很醜的臉 大家還更容易記得 然後最近這一篇 這個我記得是Vtuber被給爛 這個應該是指亂一個世界 怎麼那麼多人在拍啊 我看一下 反正就是 這個叫做阿倫的實況主 他超了很多 然後最後被各種各樣的人爆料等等 我稍微談一下這件事情的 這個法律上面的問題 因為之前廢徒還蠻多人 就是特別問我說 他的什麼設計 被別的玩家 就都在廢圖裡面 被別的玩家敲了 然後他說能不能檢舉 就當然是不行啊 就你是要檢舉什麼 就這個事情最多最後就是 道德譴責 大家拍片 然後罵一下 微軟的使用的條款 就已經說 你的這些content 是沒有辦法 成為一個有專利的內容 你只能說你是原創 但是你不能 就是申請就是商標啊 或是什麼 兩千年後 宇蘭說看到標題以為 然後大家來提某一件事情 你是說那個抄襲的那個嗎 我是 剛才有稍微提一下啊 因為我自己就很常被抄 我廢圖的插件被抄 文章被抄 我連我discordID都被抄走 我連我discord發文的內容 都整天有人在抄我 我看起來是小朋友的那個 文筆是什麼那麼爛 就連個公告都要抄廢圖 到底是有什麼毛病 你公告自己答不行 我這邊可能也不是要逆風講的 就你們想像的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百萬youtuber 然後你拍了一個影片 有人抄了這個 你的影片 然後他點閱只有五千 那你會不會拍一支影片來湊他 你一定不會 你比他大 但這件事情的對與錯 不應該因為 誰大誰小 而產生差別 阿倫呢 我記得他頻道應該有個 兩萬五 他整個頻道的成長 一部分是靠抄襲來的 我就問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他的頻道 只有25訂閱 會不會有人care這件事情 然後這就是我覺得 連我自己都沒辦法說服我自己的地方 如果他的人數根本很少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也覺得無所謂 但我沒有辦法說服我自己說 為什麼會覺得無所謂 但是我們通常只會想要去計較那些 因為抄然後真的變得有名的 就以這個世界來舉例好了 我現在想跟大家討論的是一個 抄襲的後續處理 你們覺得這件事情要怎麼樣子結束 大家才會滿意 因為他騙來的那些訂閱 他也沒辦法送給別人 就以他兩萬五訂閱來說 我覺得真的去退訂的人會非常非常的少 我有沒有訂閱他 我先看一下 啊 我有訂閱 靠屁喔 啊你們覺得我要退訂嗎 我讓聊天室決定好了 我不要決定 這都你們決定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說我是真的不想參與這個 那都是因為雨嵐他在那邊問 不然我們本來這個話題 早就已經被我吵吵的和洩掉了 都是雨嵐在那邊問我們 我們又回來了好不好 我今天是整個伺服器的幾乎所有文案都被抄襲過 我跟你講 要論抄襲的話 我連巴哈文章都要被抄襲 我這邊寫規則不要詐騙偷竊 啊他這邊 不要詐騙偷竊 不要騷擾 啊不要騷擾 啊他這邊出現 不要殺害其他勸養的生物跟動物 發言 注意自己的用詞 連畫重點都不會壞 你是國小沒畢業是不是 不要殺 你如果今天要照我的這樣的話 你應該是不要殺害這四個字要框起來 然後發言然後再來紅色注意用詞 這個自己的就可以去掉 就像寫作文一樣 就是我教你們怎麼樣的精煉自己的這個作文技巧 你在寫任何一句話的時候 你都問自己說 我這句話到底要不要寫我 然後這個的到底要不要加上去 這個自己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加的 發言注意自己的用詞 其實就是發言注意用詞就好了 請勿喜瓶發送無意義之刷屏 這就是為什麼有人喜歡抄我的文章 因為你就是連一句話都寫不好 發言注意自己的用詞 請勿喜瓶發送無意義之刷屏 請勿刷屏就好了嗎 不就四個字嗎 請勿刷屏 他們自己寫一寫就發現 我寫的好像不太好 然後怎麼改都改不出來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現成的文章 就直接拿來抄了 我不只文案被人家抄 你看這個discord發文也在抄我 我們辦一個村民自我介紹 抽T-shirt 結果也被對方抄走 然後你看對方的服徒叫什麼名字 他連名字都學我用logo 然後你看我的ID 提問前記得先瞧瞧常見問題聯絡管理員 對方 提問前記得先瞧瞧常見問題聯絡管理員 然後我們來看那個 你好歡迎來到廢土伺服器 你好歡迎來到 grimcgrimlade grimlade伺服器 就是全部都抄 反正我們是discord合作夥伴 但他不是discord合作夥伴 所以他那邊就抄不了 每周會抽出一個玩家抽一件T-shirt 啊T-shirt抽獎他就不抄 因為他沒有自己的T-shirt 他要怎麼抄 反應的一件事情就是 即便像都這麼明顯的抄襲 我也只能發一篇巴哈文章 然後跟大家談談這樣子的問題 做一些道德譴責 然後讓他很丟臉這樣子 實際上你能夠防止別人抄襲的行為 就是做那些別人不能抄襲的事情 所以以minecraft來說的話 非常非常的困 什麼樣子的影片很難被抄襲呢? 像那種什麼CP 就是用minecraft做CPU的影片 以廢土的話 就是你就弄一條產線 這個產線是廢土自己的T-shirt 那好你就不會被人家抄了 那這就是最核心的價值 就算有人把你的什麼自我介紹格式抄過去之後 他們填自我介紹也沒有意義 因為廢土會填 是因為很多人喜歡交朋友以外 在這件事情上面還可以抽T-shirt 這才是有辦法激起別人 就是貼自我介紹 然後才會成為一個聚落 大家才會彼此聯繫的這個原因 所以你不去探究這個原因 你只去抄別人的內容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你抄起來 效果會不一樣 沒看到廢土在編你了嗎? 他說倒是沒看到 我已經修改的部分 而且我不是百分之百抄襲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人的 這種就是標準抄襲被抓到的時候說 我有抄啊 可是我有改啊 你們一直關注我抄的部分 不關注我已經改的部分 不覺得你對我太粗暴了嗎? 這抄襲的人通常都是這樣 然後他就更屌了 我開一間公司 你把我的客服電話抄過去 我客服電話091002696 他把我的客服電話也抄走 現在是怎樣? 無意間併購你的公司是不是? 所以論抄襲啊 我已經是非常懂 然後你看這個更好笑 這更智障 我在宣傳廢土伺服器的圖片 這張圖片也可以抄 我就已經蓋廢土伺服器的損印在上面 他給我去掉 嗨!招人 Minecraft Realm 我的世界 領域服 我花錢請一個Minecraft 在巴哈城門還蠻有名的繪師 幫我畫一張圖 也就是說這張圖 大家一看風格就知道說 喔這個是誰誰誰畫的 啊你這樣子 啊你也要把它抄去 你塗這個白色你也不好好塗 你拿那個小畫家在那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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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把圖片消息好蓋 這一方是空的啊 對吧 這個村民的右上角是空的啊 你是怕人家不知道 這張圖是你畫的是不是 超級可悲 我就傳給繪師 繪師說這真的不憂 改也不改好 這繪師已經放棄治療了 大概是這樣吧 剛才大家都投要退訂 那我只好退訂 但這是聊天室的決定 這不是我的決定 你們覺得minecraft建築影片 對一般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有兩種建築影片 一種是純教學 那種影片就是完全不講話 我要拿出我的好兄弟 SHIPGG台灣minecraft建築頂流 這種是一個系列 這就是純教學 可是像阿倫這種 他不是純教學 或者是像就講這個 我亂一個好兄弟 宇蘭 你點進去 是因為你想學著蓋 還是你想要聽宇蘭的聲音 然後跟他講解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兩個小時全成就的影片 我也不會看了大概快一個多小時 沒有這個影片我有看 大家會看這些影片 不是因為想要來看教學 我覺得可能還是有 但是我猜大概小於一成 都是你喜歡這個人 然後他在做一件你習慣的事情 看這個影片可以排解你的孤單 我的想法是這樣 如果你是會自己出聲音的 YouTuber的話 大概要知道說你的建築影片 我猜大概三成在教學 七成要負責 處理這個情緒價值的部分 也就是說既然是處理情緒價值的話 重點是讓你的觀眾喜歡你 你的影片才會黏著度高 YouTube才會覺得你這個影片值得推薦 給我按讚 你喜歡我的影片 這個影片 到時候再次打算 你之後再次打算